现今宗教对话观主要有三种 排他论是为我正确 兼并论是为我优越 多元论是一时同仁 今天我们来聊聊最新的世界宗教巴哈一教 迄今只有160年历史 但已经传播到世界200多个国家 信徒人数已有900万 可以说在许多方面 它都是更高级的宗教 被称为是未来的宗教 为什么呢 它向所有的宗教都伸出了橄榄枝 谁能接得住呢 它属于这三种的哪一种呢 它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希望呢 我们就从宗教的这四个要素来分析 不过我们得先从它的历史说起 巴哈一教脱胎于伊斯兰教的过程 有点像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 所以我们先得从伊斯兰教说起 话说穆罕默德去世后 前两人哈里发是他的岳父 后两人是他的女婿 到第四人哈里发阿里执政的时候 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打响了 阿里最终被刺杀 后来追随阿里的这一派叫什叶派 什叶的意思就是同党或追随者 后来专指阿里党人 这个政治派别后来发展成了宗教派别 另一派建立了沃玛亚王朝 逊尼派这个词是后来才出现的 意思是遵守教规逊耐者 里面有很多支派 什叶派也分成很多支派 最主流的一支叫伊玛穆派 或者十二伊玛穆派 伊玛穆原意为堪当表率的人 差不多是哈里发的同一词 但什叶派后来把伊玛穆大大神化了 十二位伊玛穆大多死于非命 有些甚至是少年夭折 第十二伊玛穆名叫穆罕默德马赫迪 据说他在幼年时就突然隐顿了 因为安拉让他隐藏起来 等候在世的时候 他曾通过代理人 也就是巴布遥控指挥 直到九百四十一年 第四位代理人去世时 没有指定下一任 于是马赫迪彻底引顿了 巴布的意思就是门 通往伊玛穆的门 什叶派相信 马赫迪会作为救世主 再次降临 就像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会再来 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谢赫派 在当时被什叶派当作是一端 因为他们主张灵异解读古兰经 长老还暗示自己 通过一项从伊玛穆得到启示 谢赫派相信 真主应许的那位 会在1844年回归 因为那一年是伊斯兰教里 1260年 也是第十二位 伊玛穆正好引顿1000年 穆斯林传统相信 每1000年伊斯兰教 就会出现一位复兴者 我在这个视频里 介绍过复林安息日派 这一派起源于 米勒的1844预言 当时他说 耶稣会在1844年10月回来 结果造成追随者的大失望 但这一年 却成为巴哈一教的起点 而且他们认为 耶稣其实真的回来了 不过不在美国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一年年初 谢赫派领袖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继任者 一些门徒就开始寻找 应该出现的真主应许的那位 几个月后 一位年轻人 向谢赫派门徒 穆拉侯赛因宣布 他就是巴布 是那位通往伊玛木的门 对了 特别说明一点 跟伊斯兰教很忌讳展示 穆罕默德的肖像一样 巴哈一也很忌讳展示 两位险胜者巴布和巴哈欧拉的肖像 所以本视频里没有他们的肖像 这位年轻人的原名是塞易德阿里穆罕默德 1819年10月 出生于舍拉自成的一个商人家庭 父母都是先知后裔 他七岁丧父 由母亲和舅舅抚养长大 自幼聪明早熟 由于家族成员大多是谢赫派 他也跟着一位谢赫派老师 学习了几年古兰经 他16岁开始做生意 21岁时放下工作 跑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待了一年 先知的孙子侯赛因就是在这里被杀的 所以是圣地 这期间他上过谢赫派长老 塞易德卡奇姆的一些课程 他那种非同寻常的前程 给谢赫派门徒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年后他回到舍拉子城 跟表妹结了婚 据说他常常看到一些异想 就是幻影或梦境 让他意识到自己非同寻常的使命 当他声明自己就是巴布 而且以一部长篇启示 证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几个月内就有了18个追随者 都是谢赫派的门徒 他们被称为生命字母 他还带着一位门徒到麦加圣城 公开宣布他的使命 就是实现伊玛木的归来 但这个宣告没有引起任何反应 就像是耶稣带领12个门徒 走遍乡村传讲天国进来的末世信息 巴布和他的门徒 也到处传讲伊玛木的信息 追随他的人越来越多 被称为巴比信徒 但他的敌人肯定更多 就是那些教士们 他们对这些异端很是记恨 开始迫害他们 1847年 巴布被关押起来 第二年初 他进一步起舍自己的身份 说他不仅是通往伊玛木的门 他就是马赫迪 还宣布他的巴扬经 取代了古兰经 他的使命就是要建立正义之国 废除一些伊斯兰律法 比如一副多妻制 妇女戴面纱等 简化各种教规仪式 摘月缩短为十九天 尊重财产所有权等 这些后来都被巴哈伊继承下来 幸亏巴哈伊没有继承的是 巴扬经理的一系列严厉的律法 比如驱逐非信徒 没收他们的财产 终止他们与信徒的婚姻 毁掉他们写的书 用圣战来传播信仰 等等 1848年7月 三波巴比信徒们 一共81人聚集在一个叫巴达什特的小村庄 开了一次长达22天的会议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巴比教的历史性转折点 18个生命字母里唯一的女信徒塔赫磊 是一位出身名门 很有学识的女诗人 她第一个指出巴布并不是创建了一个新宗派 而是创建了一个新宗教 他们必须跟伊斯兰教分道扬镳 不再遵守那些律法 为了用行动表示 自己不再是穆斯林 而是巴比教徒 她甚至不带面纱参加会议 据说当场有人吓得割破了喉咙 惊慌而逃 一部分人也因此退出了巴比教 他们还没有思想准备 跟伊斯兰教一刀两断 会议的组织者 正是后来取代巴布的另一位险胜者 巴哈欧拉 他支持塔赫磊的意见 说服了留下来的人 从此 巴比教跟伊斯兰教渐行渐远 这次会议的每个人 都获得了一个称号 巴哈欧拉的意思是 上帝的荣耀 塔赫磊的意思是纯洁者 他成为伊斯兰妇女中 第一位摘下面纱的人 两年后塔赫磊殉殉道而死 传说沙阿就是沙王 被他的美貌和智慧迷住了 竟然向他求婚 说只要他放弃一端思想 就可以成为后宫最得宠的女人 这位沙阿眼里只有女人 怎能理解一位信仰者的追求和勇气呢 不用说他高傲地拒绝了沙王 宁愿去死 巴比信徒 拒绝伊斯兰律法的消息 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新的沙阿上台 指定了一位新首相 此人更是想摧毁巴比教 于是巴比信徒跟当局之间 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惨烈的武装冲突 许多巴比信徒殉教 终于 当局在1850年处死了巴布 当时他年仅30岁 巴布写了大量的启示 一部分遗失了 一部分保存在以色列海法的研究室里 似乎还没有人读过 巴布反复提到数字19 他说圣数19有四种用途 第一代表最早复活 并叩拜真主的是19个神圣灵魂 从穆罕默德到十二一马目 第二代表他和18位门徒 也就是生命字母 第三代表真主创世的方式 宇宙的结构就是19乘以19 第四式形成巴比教力 每年19个月 每月19天 这一点被巴哈一沿用 巴布的作用是开路先锋 在巴扬经里 他反复提到一位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即将出现 要求门徒要义无反顾地跟从这个人 如果他出现的话 而且他跟这个人的启示时间可能相差9年或者19年 结果巴布去世之后 据说前后有许多人声称自己就是那位上帝将昭示天下者 当然这些人都烟消云散了 除了一位 就是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原名叫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1817年出生于贵族之家 父亲曾经当过省长 但他对做官二代没什么兴趣 他比巴布大两岁 没有见过巴布 但收到过巴布的信 在27岁那年成为巴布的信徒 有点像施洗约翰为耶稣开道 巴哈欧认为巴布的主要使命 正是宣告巴哈欧拉即将来临 但施洗约翰并不是显胜者 巴布既是显胜者 又是更大的显胜者巴哈欧拉的门 我们一会儿再解释显胜者 姑且先理解为先知吧 可是穆罕默德不是封印的先知吗 巴哈欧认为 从亚当到穆罕默德都属于预言周期 穆罕默德是预言周期的最后一位显胜者 而巴布开启了应验周期 这个周期将持续至少50万年 还会有许多显胜者出现 但巴布去世前并没有指名巴哈欧拉为继任者 倒是在一封信里 只是米尔扎耶海亚成为巴比教派的领袖 耶海亚是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的称号是永恒之臣 也就是阿扎尔 耶海亚当时还不到20岁 巴哈依传统认为 这个任命是为了掩护巴哈欧拉 让他在幕后指挥 但耶海亚自己可不这么想 1852年 几个冲动的巴比教徒 在耶海亚的支持下 巴哈欧拉试图刺杀沙阿失败 巴比教遭到大规模血洗 耶海亚逃走 巴哈欧拉被捕 关进了监狱 根据巴哈欧拉的回忆 正是坐牢期间 也就是1853年 在梦境中 他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个声音呼召他 而且感到有什么东西自头顶涌向胸膛 四肢仿佛在燃烧 这个异象被认为是他领受启示之开端 出役后他流亡到巴格达 耶海亚也来到这里会合 但巴哈欧拉的领导力显然远超过他 为了避免争斗 巴哈欧拉曾隐退过两年 这期间跟苏菲派有过密切接触 当他回来的时候 得到大多数信徒的拥护 1863年 巴哈欧拉向少数人宣誓 他就是那位上帝将招式天下者 正好距离1844年19年 由于耶海亚不断挑战 1866年巴哈欧拉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身份 让信徒选择战队 跟随巴哈欧拉的就成为巴哈伊 追随耶海亚的成为阿扎尔派 也流传至今 但人数极少 双方之后被流放到不同的国家 巴哈欧拉辗转过许多地方 最后一战是现今以色列的阿卡城 他留下大量著作 最重要的是亚格达斯经 也叫至圣经书 相当于西伯来圣经中的陀拉 我一会儿在教义部分 再介绍他的观点 他从1867年起 就给当时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写信 呼吁他们创建一个国际法庭 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 组织一支由各个成员国 组成的国际警察部队 这很像是后来的联合国和维和部队 他的收信人包括法国国王 英国女王 德国皇帝 俄国沙皇 波斯沙阿 奥地利皇帝和奥斯曼苏丹 还有当时的教宗 不管怎样 一位流亡的 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宗教领袖 却比教宗还有君临天下的气势 的确不可思议 但先知的后代大多不争气 巴哈欧拉有三位妻子 而女众多 他升天后 家人分布在对立的两个阵营 长房子女都很忠诚于他 继任者正是长房长子阿卜都巴哈 意思是巴哈的仆人 被称为智大圣之 二房和三房全部都在叛逆者阵营 尤其是二房长子 穆罕默德阿里 比阿博都巴哈小十岁 口才好 书法家 很长时间里担任巴哈欧拉的秘书 被称为次大圣之 后来却成了最大反贼 巴哈欧拉留下的一部经书 明确授权长子阿博都巴哈 成为唯一权威的识经者 阿博都巴哈 虽不是先知或圣士 却被看作是巴哈欧拉教义的完美实践版 是信徒效仿的对象 巴哈欧拉说 转向他便是转向上帝 背离他便是违抗我 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圣作 他曾到欧洲 北美访问 大大促进了巴哈欧信仰 在这些地方的传播 据说他去世的时候 巴哈欧信仰已经传播到35个国家 阿博都巴哈的儿子们都夭折了 只留下女儿们 于是他在遗嘱中 指定长外孙首纪阿芬蒂为圣户 也就是巴哈欧教义唯一的权威解释人 他身上也有巴布的血脉 是两大显圣者家族的血缘纽带 阿博都巴哈也用同样的坚定 为这位圣户站台 说他是上帝在人间的神迹 顺从他就是顺从上帝 不用说他也同样遭遇到家族中 那些反贼们的挑战 甚至也包括曾经在祖父身边工作的人 当然最终还是他完胜 首纪阿芬蒂毕业于贝鲁特学院 祖父去世的时候 24岁的他正在牛津学习 他后来娶了一位加拿大女信徒 他的贡献包括 把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许多著作 翻译成英文 完善了巴哈一组织结构 开始建设了巴哈一世界中心 据说他去世的时候 巴哈一信仰已经传播到200多个国家 由于他没有后代 而巴哈欧拉的其他后代 都因为违背圣约被赶出了巴哈一 所以从此结束了领导权的实习制度 改由集体领导 1963年 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9名成员 由各地领理会投票选出 说完了历史 我们现在来说 为什么它是更高级的宗教 从教义来看 第一个更高级是巴哈一的大同思想 他们的核心原则非常简单 就是三句话 上帝唯一 人类一体 宗教同源 上帝唯一就是说 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只有一个 只是人类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 比如安拉 耶和华 范或者神 人类一体就是说 全体人类都是一个统一的族群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都是上帝的子民 所以巴哈一说 爱祖国并不值得自豪 爱全世界才值得骄傲 地球乃一国 人类皆其名 宗教同源就是说 所有的宗教都从同一个神圣源泉获得灵感 他们之所以看起来不同 是因为他们是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 在不同的地区 为不同的目的而启示的 但都反映上帝的意愿和目的 都是上帝的宗教 当然 邪教除外 那到底什么是邪教呢 我们近期会有一个视频 专门探讨这个很重要 又很棘手的问题 是不是很奇怪 一个宗教以这三点作为核心原则 因为其他宗教大多关注的是个人的灵性 也就是 就灵魂 而巴哈一关注的是 整个人类的灵性 整个世界的命运 他们的目标是救社会 建立世界文明 他们也的的确确是宗教 而不是一个人文组织 因为他们认为 人生的根本目的是要认识神 走向神 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提升灵性 以这种大同思想为起点 自然就有了高瞻原主的使命感 教义的第二个高级点 是巴哈一信仰 以优越论取代了排他论 人类怎么认识神呢 如同我们无法靠近太阳 我们也无法靠近上帝 只能透过他派遣的神圣显示者 来认识他 这些人被称为显圣者 他们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重界 除了肉体和灵魂 他们还拥有第三种本性 接受神圣启示 并将之准确无误地 传达给人类的超凡能力 巴哈一经常提到的显圣者 包括克里希纳 索罗亚斯德 亚伯拉罕 摩西 佛陀 基督和穆罕默德党 他们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使者 没有高下之分 而他们的教导 当然都是拯救人类的良方 巴哈一信仰 对显圣者推崇备制 再三强调 显圣者并不是上帝挑选的普通人 而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与上帝有着独特的关系 由上帝从灵性世界派遣而来 作为传递神圣启示的工具 巴哈一同时也认为 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每一个特定的宗教代表一个阶段 上帝接二连三的干预是循序渐进的 每一次启示都比先前的更完整 也就是说 巴哈欧拉作为最新的显圣者 带来的新启示 巴哈一信仰当然是目前的最佳宗教 好比是高年级 其他宗教都是低年级 巴哈欧拉之后还会不会有显圣者呢 当然会有 但至少一千年后 到时候新的显圣者会带来更高级的启示 巴哈一这种宗教真理相对论 可以说一阵间歇地 戳中了排他论者的学位 因为排他论者正是把宗教真理绝对化了 把上帝的永恒等同于启示的永恒 把上帝的唯一性等同于通往上帝道路的唯一性 从宗教发展的历史来看 后来的大多承认前面的 但前面的却不承认后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宗教虽然承认了前辈 却又否定前辈们的关键教义 比如 巴哈一认为 耶稣并不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是一面反映圣阳上帝的镜子 他们几乎完全同意 伊斯兰教对耶稣的看法 这也可以看出思想的传承 还说穆罕默德 只是启示周期的封印先知 如今已经是应验周期 佛陀并没有否定造物主 他的一些教导 恰恰说明有造物主 只是人们没有理解 等等 这就好比是承认各菜系都挺好 却说人家最关键的招牌菜 其实并不正宗 情何以堪 还有一点可能也会得罪各宗教 巴哈一认为 克里希纳 索罗亚斯德 摩西 佛陀 耶稣都预言了一位神圣者 会降生于世 而他就是巴哈欧拉 而且巴布就是复灵的基督 当然这是象征意义的 就像施洗约翰 是象征意义上的以利亚再来 说到底 所有的显圣者 都是上帝派遣的 都来自同一个源头 回到这里 巴哈一应该属于哪一种呢 肯定不是排他论 因为他承认其他宗教 都是上帝的宗教 但也不是多元论 因为多元论强调平等对话 一视同仁 可没有高年级低年级之说 所以巴哈一表明上像多元论 骨子里却是兼并论 或者叫优越论 不管怎样 优越论还是比排他论近了一步 巴哈一允许多重教级 皈依巴哈一不需要放弃原来的教级 照样可以是基督徒 佛教徒 穆斯林 只是让大家去天国的路上 多拿一本护照 要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都接受双重国籍 但接受双重教级的宗教极少 其实宗教就应该求同存异 在旧灵魂层面 大家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这是存异 在旧社会层面 大家齐心协力 一起合作 这叫求同 尽管巴哈一信仰 让有些宗教不爽 但对这个时代的人 还是有相当吸引力 他的大同观和包容性 或许正代表一神教信仰的未来 教义的第三个高级点 是重新定义了地狱和魔鬼 实际上巴哈一没有救灵魂一说 因为没有原罪 也没有实体存在的天堂和地狱 根据巴哈一教义 每个人都有一个 由上帝创造的理性灵魂 在受孕时开始存在 灵魂的成长 就是在今生不断获取 各种灵性品质 比如知识 智慧 谦卑 爱和其他美德 躯体死亡后 灵魂就进入上帝的国度 在各个灵性世界里继续成长 不过 这辈子灵性成长状态 决定了到灵性世界后 是否幸福 所谓天堂就是离上帝很近 所谓地狱就是离上帝很远 也很不幸福 那么 到底有没有天使与魔鬼呢 巴哈一认为 除了人类 显胜者和上帝 并没有其他的意识存在层级 所谓恶魔 天使和大天使等等阶层 其实是用来形容 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 不完善者被比喻为恶魔 有灵性者被视为天使 显胜者已经处于完善的境地 而其他灵魂则是具有达到完善的潜能 要通过结成为上帝服务 来让灵魂升级 这是不是比熊熊燃烧的火火火域高级多了 教义的第四个高级点 就是与科学协调 巴哈一认为 违背科学的宗教是迷信 离开宗教的科学会陷入物质主义 他们强调理性 主张用灵异解释某些神迹 这是从谢赫 巴布 巴哈欧拉一脉相承过来的 比如 阿伯都巴哈在以达之问里说 耶稣复活并不是指肉体复活 而是指基督殉道后的三天 门徒不知所措 这时候基督的圣道就像具没有生命的死尸 直到圣灵的生命与恩典环绕了他 门徒们又振作起来 这才是复活的意义 一点也不跟科学冲突 哇 这可是彻底否定了基督信仰的基石 所以对于基督教来说 巴哈一递过来的哪里是橄榄枝 分明是荆棘 教义说完了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组织 巴哈一最明显的特色是不设神职人员 这恐怕也是将来宗教组织的趋势之一 从灵理会到正义院 管理者都是匿名投票产生 不允许竞选也不提供候选人 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一的中央机构 领导世界各地的灵理会和顾问团 就像天主教认为教宗无谬 新教认为圣经无误 巴哈一不但认为显圣者无误 致大圣之无误 圣虎无误 而且世界正义院也是无误的 因为他们都出自巴哈欧拉和巴布的无误之影 巴哈一强调男女平等 但世界正义院的成员仅限于男性 因为这是巴哈欧拉明确规定的 不能更改 这也不奇怪 从古至今 宗教组织的最高领袖都是男性 不过 以前世俗组织的最高领袖也都是男性 但现在已经改变了 那么猜猜看 未来哪一个宗教组织会最先出现女性最高领袖呢 我们再来看巴哈一的修行 巴哈一的修与行融为一体 他们相信工作就是崇拜 服务就是祷告 巴哈欧拉说 人性的最高表达是服务 这就意味着信徒时时刻刻都有机会让灵性成长 而不是周日去参加崇拜才想起上帝 最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徒美洲打卡的崇拜场所 这恐怕是所有宗教里独一无二的 那他们何时何地交流呢 他们有美洲学习小组 成长其实就是在一个彼此信任的小组里 而不是在宗教场所里 如何能成为一名巴哈一呢 很简单 只要你相信上帝唯一宗教同源和人类一体 相信巴哈欧拉是本时代的险胜者 这就够了 不需要举行任何仪式 比如洗礼或者更名 只需要填写一张表 或许你先看看能不能遵守这些律法 有些是当年八部从伊斯兰律法改过来的 有些是巴哈欧拉的亚格达斯经理制定的 可能最难以理解的就是不允许参政 巴哈欧拉认为 分党分派的政治是无法让全人类团结起来解决普世问题的 可这样一来 巴哈依信徒岂不是不能通过参政来改变世界了 希望他们不用等一千年就可以改变这条律法 最后来看看巴哈依的胜利 巴哈依没有神职人员 也没有崇拜场所 当然也就没有胜利 虽然每大洲有一座圣殿 但他们没有摩门将那种圣殿里的秘密仪式 他们的圣殿开放给所有宗教 甚至无神论者也可以使用 他们有许多圣日都是纪念两位显圣者 他们的生日 他们的宣誓日 他们的殉道日或者升天日 巴哈依的讲究是数字 除了十九 九也是圣数 应用在方方面面 比如巴哈依的每一座灵犀堂形状都不同 但都有九道门和一个圆顶 象征不同信仰者从不同的门进来 在一个穹顶下敬拜同一个造物主 世界正义院由九名成员组成 圣地朝圣是一个九天的日程安排 巴哈依的标志也是九个角 总结一下 巴哈依之所以更高级 从教义来说就是他的大同观 接受双重教级 以优越论取代了排他论 重新定义了地狱和魔鬼 乐意与科学手牵手 就组织和修行来说 没有神职人员代表了今天的潮流 而没有崇拜场所应该是未来的方向 他们的修行也非常接地气 工作就是崇拜 服务就是祷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